第四课 波罗涅兹夫舞曲 波罗涅兹舞曲也叫波兰舞曲 它同样是三拍子的 因为它流行于宫廷 也流行于民间 那么有的时候呢 在宫廷里的呢 就显得比较庄重一些 比较典雅一些 这一首就属于比较典雅的 同样是三拍子的 但是分剧很重要 请大家看 这是一个大句子 那么当中有断奏 有十六分音符 有小连线 所以显得虽然是比较庄重 但是非常有意思 我再给大家弹一次 左手呢 因为是带连线的跳音 所以不能弹得很断 稍微刚刚离开间子就可以了 也是分剧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学习的 因为我们学习的是浮调 右手是旋律 左手同样也是旋律 所以都要认真弹 从第二行开始的第三小节 就是比较连线 就是比较连的了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这里没有 拿上三指换成五指 因为这里有一个八度音程 所以这个手指要换得快 我刚才开始弹的是第七小节 那么这一句 比较连线一些 而且是四小节 所以要整个要气要大一些 整个是个大句子 和前奏的短形成了对比 长的 这是很长的一句 所以要非常连贯 后头大家注意到没有 在每一个音上面 有一个小三角 我们叫动号 那么这个音呢 应该短一点 但是要重一点 非常好听 左手也是一样 他有他的旋律 从第二行开始 这是正式的音乐 对比较连线 的定이는 这个音乐 那么这一样 对比较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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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音乐 三小节 那么这一样 对比较连线 那么这一样 对比较连线 币 三小节 对比较连线 这首曲子要提的问题 要注意的问题 请大家看示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